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一集我要跟大家分享 女性的購物商圈 HEAD FINE HEAD FINE是一個綜合型的購物商城 裡面包含了時下流行的服飾 雜貨動漫 在七樓的地方也有一整層的美食商圈 HEAD FINE要怎麼來呢 可以搭乘板機到梅田站走路四分鐘 或是搭乘JR到大阪站 一樣走路四分鐘就可以到達 最後呢我們也會帶大家去搭乘 可以看到大阪市景色的摩天輪 那這一集呢就跟著孟子一起去逛街吧 走吧 我們來到這裡的第一件事啊 先來INFORMATION這裡拿它的案內 こんにちは 中國語的案內有嗎 謝謝 謝謝 我只是想公開購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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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裡的話你也可以帶護照 可以換取500元的折扣券 在這裡還有周邊的景點 都可以直接在這裡領取喔 在後面是HEAD FINE的樓層介紹 可以在這裡迅速的找到你想要找的牌子 如果你覺得麻煩的話 這裡還有一台這個 可以輸入你想要的牌子 其實可以看到它在幾樓 這裡有15家的餐廳 包含星巴克 DONUTS 還有一個豬排店 和我最喜歡的吉拿棒 走進來我們後面這裡就是摩天輪 晚點再帶大家來搭乘這個摩天輪 可以俯瞰到大阪梅田市的景色 現在來到七樓的地方 YANKY DONUTS 它是一家專賣天天娟的店 Coconuts 1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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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外面一層 超級蓬鬆的 它的巧克力是屬於比較有點苦味的那種巧克力 搭上它裡面蓬鬆我覺得蠻搭的 跟我現在的位置超級搭的 ココナツ的口味 我點它的原因是我覺得它長得非常好看 像那種雪花 融在田園圈上面的感覺 它椰香味非常的重 這個好吃 這個吃起來很像我們以前吃的那種奶酥土 是酥酥的 它它的椰香味道非常的重 有多層次的口感 它外面這裡好像有撒了那個白巧克力 所以你會先咬到外面酥酥的裡面再一層巧克力 這個是草莓口味的 這草莓口味我覺得是少女會比較喜歡 就是女生會喜歡它稍微有一點甜甜 然後草莓味的香氣非常的重 吃飽後我們上旁邊的墊梯 到八樓和九樓的地方 有一整層的扭蛋機還有拍貼機 可以在大阪這裡留下不錯的紀念喔 我想要這個臘米小鮮或是這個動感超人都可以 我想要這一隻 好像中了 也太幸運了吧 動感超人的戒指 來戴戴看 再來來到四樓的地方還有一家蠟筆小鮮的專門店 如果喜歡蠟筆小鮮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這家了 這個我覺得超值得收藏 它裡面有意義有蠟筆小鮮裡面的所有人物 然後其實非常的日式 日本上班族必備的便當盒 外面還是印有小鮮的圖案喔 一共有兩款 這一區啊是化妝包區 還有可以放護照的護照卡夾區 然後這個是新商品 放護照卡夾的 外面還是可愛的蠟筆小鮮 各種款式和大小的蠟筆小型周邊襪子 小朋友的都有喔 然後後面這一區的話就是內褲 後面這一區啊是大阪限定的商品 只有在這裡才有喔 這是磁鐵 這是那個黑筆的標示大鯨魚 在後面這裡還有蠟筆小新的盲盒系列 你看他們一起去看電影耶 一共有六種不同的款式 那一個的話是日幣九百九 謝謝 然後來猜猜看我得到的是哪一個 我得到是很難 它竟然是這一個臉 是裡面的倒數第一名最不想要得到的它 我想要得到大V小新 你看其他人的臉都很開心 只有正男的臉是有這種邪惡邪惡的 手機沒電的話也可以到三樓的地方 這裡可以租借行動電源 就只要掃下面這個QR Code 掃完就可以做租借囉 它這裡會顯示說一個小時未滿是日幣三百三 然後上面都會寫清楚的顯示價格 這樣我們就拿到行動電源啦 而且它上面還附有三種線 一個是Type C頭 然後還有蘋果的頭 還有一個安卓的 每一款手機都可以做使用喔 不用到韓國也可以買到韓式雜貨 像我非常喜歡後面這個綠色的小恐龍 他們的周邊真的超可愛的 這個吊飾然後還有化妝包 筆記本 這一系列我也非常喜歡 像這一個 你就可以買的然後掛在旁邊的包包 這裡除了可以放零件 還可以放你的iPad 直接耳機 去他們大家家的吊飾 這是它的筆 然後上面都有他們的圖案 就是很多那種賣那種療癒小物 我自己已經購買他們家這種超多貼子 那可以貼在筆記本的封面 或是手機背面 行李箱都可以 下面還有這個超有儀式感的地毯 三隻小恐龍 我真的超喜歡他們家的東西耶 還有這個鞋子 這拖鞋是不是很可愛 他還戴著帽子 日幣3960 喜歡美國服飾的朋友 在這裡也有一家放球服飾的衣服還有帽子 那裡面有很多聯名的商品 帶大家去看一下 像它這種就會把他們家的logo印在後面 素素的我覺得現在的男生啊 年輕直接搭上一件這個下面一件素色褲子 就可以出門 就非常的好看 而且時不時都會有一些做特價和聯名的帽子 他們配色都很好看 這上面都是跟New Era聯名的聯名款 可以看到這個配色白色和藍色 然後前面這一款呢 他還有做了一點刷舊的設計 這個襪子長襪子系列啊 就是我們的基本款 長的然後他上面這裡有做很多的配色 我自己蠻喜歡這種藍色的 搭一個運動鞋搭配起來就非常的好看 美國街頭的風格 那旁邊這一雙球鞋 他也是跟Rebek聯名 做成像棒球的樣式 這一個呢是跟一個老設計牌 清水慶山一起聯名的服飾 穿起來非常的時髦 一共就只有兩款聯名 如果喜歡的人可以來這裡看一看 做得像這種爆紋的 乖餅為韓國團體喜愛的流行服飾品牌 品牌以實用性可穿搭設計為基礎 為品牌服飾注入新的活力與風格 拉鐵是一家充滿創意 個性的配件雜貨店 裡面的種類非常的多 就像是每天可以換衣服一樣 可以隨著心情選擇配件 包帶及室內裝飾 Cellymard主要是銷售各式的珠子和精緻吊飾 可以依據自己的喜好和風格 製作出隨情所欲的穿足配件 無論是日常Payday或是簡約款 都可以在這邊製作出獨一無二的伴手禮 那直接在它這裡旁邊就可以購買票了 一張票的話是日幣六百塊 兩個人 如果你日幣花太多現金不夠的話 也可以到七樓的地方這裡有一個外幣兌換機 它支持多國的語言 如果你是使用周遊券或是熱遊券的話 你也可以到後面這個櫃台可以免費搭乘一次 那麼你趕快進去吧 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喔 每一次的折扣優惠都會不一樣喔 這個還可以接藍牙 帶完摩天輪一圈下來大約15分鐘左右 那我們可以從這裡直接去對面的美食圈 肚子餓啦 在七樓這邊我們來了一家豬排的專門店 那我點了一個這個日本國產豬 是使用三平線的豬 我們來吃吃看 是一個套餐 那價格也不會到很貴是1450元 這個是加那個沙拉的 這裡豬排給了三種醬 外皮炸得非常的酥脆 那我剛剛蘸的那一口醬 感覺吃起來比較清爽 還點了這裡的炸蝦 這一隻炸蝦超級長 然後它是加那個塔塔醬 它們家的蝦子超級大絲 吃起來很紮實 它外皮也非常的酥脆 它們家的蝦子超級大絲 吃起來很紮實 它外皮也非常的酥脆 我推薦大家十個必買的彩妝品 第一個我想要推薦這系列的彩妝品 它在2023年的時候有得過獎 是Cosme的第一名 那你可以看到我剛剛手上 它是說什麼 絕對不會失敗的i9呢 它的頭啊非常的細 而且我覺得水很多 超級好畫的 有各個顏色的 讓你上眼睛的時候都不容易失手 然後這一個是我剛剛畫的 大概停留了五分鐘左右 你看 這樣搓 都不會雕色耶 是不是很適合新手 然後它們家有分成很多系列 有黑色的 灰色的 然後還有一點帶粉的 那如果你筆芯用完之後 它這裡還有替換妝 替換妝的價格稍微再便宜一點 只要日幣1400 出門在外的時候都會擦睫毛膏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帶那種 大包小包卸睫毛的 你可以帶上這一隻 這一隻真的超好卸 它長得像跟睫毛膏一樣 但是它是卸妝的喔 就是你只要刷兩三下之後 拿一張紙巾這樣子 鋪在那裡 這樣輕輕一擦就不見了 這一隻我很推薦 裡面還有包含美容液的成分在 所以一點都不會傷害睫毛 再來推薦的是這個護唇的 它可以保持你一天的嘴唇水 而且我覺得它們家的顏色 非常的好好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塗上去就是 保濕度超級高 讓你馬上擁有嘟嘟唇的那種 因為價格不會很貴 只要日幣1400 那還有另外一個顏色 但我自己的話 是比較喜歡這一個顏色 它是以Model的嘴唇上面塗的就是 很水潤的感覺 再來推薦這一家 MB的防曬隔離 那它們這樣塗上去 一點都不黏膩 而且還有一點點 順色的效果 非常的保濕 你可以看到塗上去的地方 就變得非常有光澤感 有塗跟沒有塗 而且還有一點點淡淡的柑橘味 塗在皮膚上是真的非常的舒服 也不會那種拔色的感覺 這個防曬係數有到SPF50++++ 你看它這裡是四個家 我們這裡已經都沒有貨了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個牌子的防曬隔離 一定要馬上入手 再來有在化妝的人要怎麼挑睫毛夾呢 跟大家分享一個這一個 資深藏的睫毛夾 這一隻睫毛夾真的是我用掉了 大概兩三隻 它夾鬆的裡面有附那個 黑色的軟條也可以做替換 那這個的頭呢是符合亞洲人的頭 讓睫毛夾起來非常的自然的翹 而且它價格很便宜 只要日幣800塊喔 馬上就要到了夏天 推薦一個這一個 一隻小小隻的 如果你用完濕巾還有噴霧還是不夠的話 這個是滾珠型的 你可以封在你的那個 手的這邊或是耳朵後面 這裡就會變成那種涼感的效果 而且它的味道是淡淡的花香 這一款戴在包包裡面也非常的推薦 可以讓你瞬間清涼 這個是我每個包包幾乎都會放一隻的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個不是睫毛膏喔 這個是像如果我們擋像這種包包頭 頭上一早的時候都會跑出那種小雜毛 這個是可以瞬間讓你頭髮變成超級整齊 不毛躁的一個法寶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KMAK他們家的製作眼袋的 像這幾個最近都賣得非常好 它最近還出了一個新色 這一個KMAK製作眼袋的幾乎在各個藥妝店也是大缺貨 所以如果你來到這裡的話 一定要下來立馬掃貨 日本化妝都喜歡在那個眼睛的下方打上 像不靈不靈讓眼睛看起來比較有神 他們都是用這種珠光打亮的 那如果皮膚比較白的 我就會推薦用這個粉色的 如果皮膚稍微在黃一點的皮膚 可以用像這種橘色 會讓眼神看起來比較有神喔 近期我非常喜歡用的就是這一種 去角質身體去角質的 那我買的是這一個櫻花口味的 它的話大概一個禮拜去一次或兩次就可以 你去除皮膚比較粗暢的地方 也會變得比較光滑 那他們家還有那種紅石柳 櫻桃 奇異果 或是Coconut汁的口味 可以在這裡先聞一下喜歡的味道 而且我覺得他們家的價格也不會很貴 算是CP值還蠻高的 再來跟大家推薦這系列的卸妝棉 以前我都是用像藍色跟粉紅色的包裝 那現在它又出了新款 出了像這種黃色的包裝 是有那個檸檬的味道在裡面 那它一包可以卸全臉 可以卸眼睛還有粉底的彩妝 而且它裡面還有幫毛孔洗淨的效果喔 是五合一的卸妝棉 一包就有五個作用 我覺得CP值非常的高 這次帶大家來逛女性的購物天堂 那整體逛起來非常的愜意 而且很舒服 裡面包含了時下流行的服飾動漫 還有一些雜貨 在七樓的地方也有一整層的美食商圈 那整體逛起來一整天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如果下次來梅田不知道逛哪裡的話 也可以來這個HAPPY這裡逛逛喔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這次逛街的影片 我是孟子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